这个节奏正在设计划 这是国庭赞承计 我相信你们应该很多人跟我一样都想要starting做youtube 刚开始还蛮难的我觉得 剪辑上你需要一些技巧 然后你要看多一点其他的youtuber他们做的影片 从中学习 然后一开始我做youtube的时候是没有什么方向的啦 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想拍什么就拍什么 所以我的youtube就进展到很慢 直到我开始做这个汽车的评测啦 虽然是不专业的啦 不过没有想到有人喜欢看 所以就继续做到现在 如果你们有谁跟我一样对做youtube有兴趣 又刚好在9月7号星期六有空的话 可以去到Jobaru的这个Zack Hotel 那个每次这边写老板傻逼的那个Cocky 他就会来到JB开办一个youtuber的入门课程 当中的讲师除了Cocky角 Tomato 还有Aiyang 当然那一天我也是会出现啦 如果你们想跟我一起去听这个youtube的入门课程的话 你们可以email到 education.redpeople.gmail.com 然后内容你可以写 我要报名学做youtube就可以了 报名费是99块 日期是在9月7号星期六 那么接下来叻就给你们看一下我近期的第一个Vlog 看看一下我有没有潜力拍Vlog 你们看了这个影片过后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知道 我的Vlog 几不及格啊 可不可以看啊 话不多说现在就来看我前几天拍的Vlog 学图片 Let's go Uu Youtube What's up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我是阿豪 Ath 现在呢 我的人是在 這個Hotel還蠻不錯的 後面有一隻老虎 是吧應該是老虎 光線好像有點 放這邊 這樣子這個光線好像比較好 這個Hotel還蠻不錯的 以前有住過幾次 之後我為了住在比較方便的地方 就選比較靠市區的 結果就發生了那個7月 特別節目的一些事情 後來我就不住那邊了 就回來住這個地方 住這個地方好處就是 它比較輕優啦 壞處就是如果要吃晚餐的話 像我現在在一種放工了的時間 要去吃晚餐 交通就比較不方便 要大Grab Car去比較遠的地方吃 然後因為我現在在這個地方叫Pry 這裡附近 好吃的東西我之前有找過 都是在Chilean Park 對嗎?除了Chilean Park 有沒有冰城還是大三角的朋友 可以介紹我一下 這裡附近還有什麼好料 隱藏式的美食 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給我知道 當然今天是不會去Chilean Park 我要去那個Sunway Carnival 買一點東西 其實我是想買一個bag 雙肩的 然後比較大格一點 可以放我的行李 我多幾天會去台灣 去台灣的時候我就要用那個bag 來裝我的7公斤的行李 因為我沒有買多餘的那個 Luggage space 順便可以去Sunway Carnival那邊 找晚餐吃 現在就下樓叫一個Grab Car 順便看一下 會有什麼車來接我啊 Let's go 欸不對 忘記帶手錶 OK 要帶這個我老婆送的手錶才完整 哇這裡的風還蠻大的 不知道收音會不會收到亂七八糟啊 我叫的Grab Car已經on the way了 差不多 喔來了來了來了 這輛白色的City就是我叫的Grab Car 嗨 來了一輛Honda City 這輛Honda City咧 如果你們沒有看過我Review它的影片的話 可以點擊畫面的右上角 去看這個Honda City的Review Thank you Bye Bye 這個Sunway Carnival 其實不是我第一次來的 是來過很多次的 然後呢 前面就有一間 我還蠻喜歡的品牌的店 現在就去看一下 裡面有沒有我想要的那一種bag OK啦我覺得這個還蠻適合我 我覺得放得進我的行李啦 7kg的東西也沒有很多嘛 然後最重要是 上面這邊啦 還有一個Pocket 我可以放我的相機啦 它還可以這樣 雙肩這樣背起來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這個了啦 我本來要買的啦 在那一邊 它是比較大個啦 不過我覺得這個比較適合我 看起來有沒有這樣粗魯 OK 就買這個啦 我自己還 算蠻喜歡的包包 現在就來找東西吃啦 因為這個Sunway Carnival裡面的東西 都是一些快餐 看了是沒有什麼胃口 我咧 回想一下好像也是 一兩天沒有吃到飯了 所以決定來這個 這裡有飯可以吃 吃完過後 就要回去我的Hotel準備 準備 接下來的其他影片 這個應該是我近期 第一個 跟車比較沒有什麼關係的影片 如果你們喜歡這樣子的影片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知道 好啦如果你們喜歡我的影片 不要忘記訂閱按讚 還有分享出去 小鈴鐺跟他度下去 我們下一集再見 Goodbye 好啦 OK啊 那個廣告我已經破數據了嗎 那個 那個費用我安排一下啊 可以全新換了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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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